我们来关注京城台湾花莲海域地震的最新消息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7点35分 在中国台湾花莲县海域发生6.1级地震 震中距花莲市46公里 震源深度16公里 全台多地感受到明显摇晃 多地地铁列车一度进行慢速行驶 台北捷运在地震发生后 慢速巡轨 目前已恢复正常形势